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 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欢迎收看今天的恩典真理 所以让我们直接看圣经经文请 罗马书5章20到21节 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 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 就如罪作王叫人死 照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 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 知道吗 这边提到 是的 我们弟兄姐妹 有很多人在过去在很多罪中 甚至于信耶稣之后 你还在一些软弱里面 可是我要告诉你 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 会有更多恩典使你在你软弱 在犯罪的部分使你能够不要这样 可是很多人会滥用会说 反正我会让恩典更显多 所以我犯罪 不是的 你知道吗 罪的诠释就是律法 如果你是一直长久的在罪里面 其实你在律法权下你不在恩典里 好 那到底我们在律法 不在律法之下恩典里面就可以尽量犯罪 就可以开心吗 反正神原谅我们 爱我们吗 当然不是我们看下一页 罗马修六章一到二节保罗怎么说 保罗说 这样怎么说呢 我们可以人在最终叫恩典显多吗 断乎不可 你叫断乎不可是什么意思吗 就是你疯了 怎么可能 怎么可以 我们在追上死的人 岂可人在最终活着呢 所以保罗要你 你在恩典里就请不要再犯罪了 我们当然不可以犯罪让恩典显多 不可以这样 好我们再看下一页 罗马修六章十五节 这却怎么样呢 我们在恩典之下 不在律法之下 就可以犯罪吗 断乎不可 保罗就强调了 当然不可 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 我们就可以犯罪吗 当然不可以 因为保罗那个时候就知道 人性就是一样 几天来人性都一样 如果给你恩典 你很可能就会想要乱犯罪 就觉得反正神都会原谅你随便 可是保罗说断乎不可 不要玩这一套 不可以这样 所以我告诉你 如果你问我 你们这些传恩典的 在恩典之下我可以犯罪吗 答案当然是 不可以犯罪 但是题目又来了 那如果我在恩典之下犯罪 我就失去恩典吗 当然不是 不然什么叫恩典 恩典的定义就是不配得的 我们当中 如果你有一个状况 你就没有办法得到恩典 就是你是完美的 你这次从来没犯过罪 你信耶稣之后 完全没有犯过一点罪 那么你就没有办法得到恩典 如果你是这样的人 你会没有恩典 可是没有一个人 声音上说没有任何一个人 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没有罪的 每一个人都有原罪 每一个人都有罪性 所以每一个人都配得恩典 也只能够靠恩典 我们看下一个经文 好 但是呢我们今天题目又来 到底我们基督徒在恩典之下 我们跟罪这个关系到底是怎么样 我们来直接看菲利比说二章十二节和二本 这样看来我们亲爱的弟兄 你们既是常顺服的 不但我在你们那里 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 就当恐惧战惊地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 你看这个经文就是这样 很多听众姐们会有压力 她说我们要恐惧战惊才能够做成得救的功夫 如果我不恐惧 我不战惊 我不努力 我不怎样 我可能就没有得救 我告诉你这个经文是翻错 翻译错误 因为在翻译这个和和本的那个时候的时代背景 是非常苦难的中国 所以很容易翻译就有靠行为的 可是我们来看其他版本 圣经真正的神的话 圣灵使你得到自由 真正神的话 真正的真理使你得到自由 我们看下一页 你看新普及一本怎么翻译 菲利比说二章十二节 亲爱的朋友 我和你们在一起的时候 你们向来遵从我的指示 现在我不在你们那里 你们更要如此 你们要努力显出得救的成果 努力显出得救的成果 因为很重要 所以念第三次 你们要努力显出得救的成果 并要带着深深的敬畏顺服神 所以我告诉你 你看他这边怎么翻 不是恐惧战兴做成得救的功夫 是努力的显出已经得到的得救的成果 你接受耶稣基督 因信称义你就得救 然后你要努力的显出来 你要为了耶稣 为了爱耶稣 我们要有好行为 使我们的好行为 可以让人家荣耀归给父神 而且要敬畏顺服上帝 看来只有一个经文不公平 我们再看下一页 当代综艺本 菲利比说二章十二节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这是你们当学习服从的榜样 既然当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 你们常有一颗顺从的心 如今我不在你们那里 你们更要如此 你们要战战兢兢的为 已得到了救恩谨慎生活 懂吗 你已经得到救恩了 你确实要谨慎的生活 为了荣耀上帝 可是就算你软弱了 就算你在救恩里面 你有些时候犯错 有些时候软弱 你还是在救恩里面 你是蒙恩得救的义人 你偶尔犯错 偶尔软弱 你叫做偶尔犯错 偶尔软弱的义人 懂吗 好 让我为你祝福祷告 亲爱的大巴天父 我祝福我们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 让我们知道 我们在安典之下 就像保罗说的 我们不能够在安典之下 想要用更多的罪 来得到更多的安典 或者是觉得就可以放纵情欲 就可以随便 不 我们仍旧不随便 我们断乎不可的 绝对不可以想要去犯罪 但是我也是要说 就算你可能软弱 就算你可能 有些时候有各样的软弱 你可能会 还是有过去的一些不好的习惯 可是不用担心 你已经得到救恩了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 活出我们已经得到的救恩 将耶稣基督的恩典彰显出来 将上帝的爱彰显在 给全世界每一个人 奉耶稣祢祷告 阿们